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餐来独家赞助的这期节目 就是要给大家献上一道健康美味的牛奶入菜的爽口杏仁露 有请曲浩大师 曲浩这位曾经获得多项国际烹饪大奖的国际级烹饪大师 最擅长传统菜式的继承和创新 今日带来了一道爽口杏仁露 爽口杏仁露 我们介绍一下主料赋料 今天做这个爽口杏仁露的主料 这当然是牛奶 里面调料是冰糖 用杏仁和糯米粉碎成姜 然后有银耳 这是做得到爽口杏仁露的食材 这边我们看看都是什么 这边就是我们一会儿拌入它这料 有味精 生抽和醋和葱油 那么今天做到小菜叫葱香芥末 润肺润肺 用什么葱油和清洁辣 加进去配点青红辣椒 还是十分钟 十分钟 没问题 我还给您计时 计时 开始 好 点火 好 开始点火 然后我放入牛奶 来 我们再剥成牛奶 剥成牛奶 好 好 行了 对 这个是糯米和杏仁 在水里泡两个小时 给它泡软 然后搁在果汁机里 给它粉碎了 就行了 然后把它倒下去 好 要拔锅 然后再把银耳 水发银耳去掉老根和红根 摘下的上面的叶子放下去 把银耳的味道给它煮浓煮化 煮融了它 冰糖煮化了 煮出胶脂 对 好 好 这边您忙着 我来开始 做这小菜 好 这个牛奶啊 早餐奶 它最大的一好处 就是早餐的时候 你要喝它一大杯 可以排除这个一月的毒素 对 特别是像这个 在电视台工作啊 它有时候难免熬夜 剪天子 有时候这个 一剪就是一个通宵 一定要在早餐上 把这个晚上 鸡鸭的这些问题 给它解决掉 解决掉 好 而且咱们这银耳也清肺 对 好 你看它现在越来越粘稠了 是什么 是糯米在里头起的作用 然后这杏仁的味道也出来了 对 好 现在也熬化了 锅也开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 对 然后我们给它成功容器内 其实这个牛奶 还有满重的作用 是吧 对 特别是杏仁再加上以后 它再加上银耳的胶质 比如现在有些小年轻 容易长青春美丽豆 多喝点牛奶 排毒 而且这个呢 而且牛奶好了 还能促进睡眠 您说失眠 晚上您来杯牛奶 睡得香 对了 这样我们在这儿晾了 这边您就开始做的 好 把青红辣椒顶刀切成小圆圈 翘菜 对 翘点颜色 翘点味道 好 水发的木耳 开水烫过 然后给它把水避掉 然后把我们切好的红绿辣椒放下去 这时候我们开始 开始调味 加一点点醋 味精 好 你看这个 来点葱油 好 那么这个咸味取什么 取生抽 生抽 来点生抽 拌凉菜 咸咸口 这个有清洁辣 可以挤一点清洁辣 愿意吃辣的朋友们 如果不喜欢吃辣 你可以不加了 然后把调料放好了 然后给它拌均匀 其实这么一配倒是更有吃意 是对 黑木耳 白银耳 双耳 这真是 互补 把这俩的营养成分互相补 对 早上起了亨哈二将 给您护着 保障您的身体健康 好 这就办好了 好 这搭着面包更大了 是 你看东老师 今天咱们这搭配也是煞费不幸 是吧 银耳 就它的营养成分 配成黑木耳 它们互补 而且现在非常提倡 也吃点黑木耳 是吧 一它是有青稻菇制成 而间血糖降血脂 非常有益 对 那么早上起来吃嘴里很爽脆 那么银耳用热的牛奶一煮变软了 对了 一软一脆 这个质感非常丰富 对 然后我们配上一点面包 火腿奶酪和番茄 让它荤素搭配 对 营养更加丰富 所以早点 早点是点到为止 咱们说起早点 还是老年人吃早点 应该是在八点钟到九点之间 不要太早 对 而且不要太硬 而且不要吃太饱 那么孩子也是要注意这三点 是是是 当然了孩子上学早 早的时候呢 你就让它稍微点一点 早点早点 不要吃太多 但是要注意精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奶制品 给它多吃一点 对 它便于吸收 没错 现在帮您回顾一下爽口杏仁路的制作步骤 首先倒入早餐奶 然后加入杏仁和糯米打成的浆一起煮开 再加入泡好的银耳 小火煮五到八分钟 粘稠软烂即可 在青红椒和泡好的木耳中 加入味精 生抽 醋 葱油 做出一道凉口的小凉菜 最后再搭配一个火腿面包 花上十分钟 就可以做出一套 营养好吃又有心意的早餐 爽口杏仁路了 那么今天我们仍然是抛砖银鱼 因为电视机前的很多大爷大妈 在这方面可能比咱们还行 对 您赶快把您的妙招也奉献出来 登陆我们的网站 跟我们来联系 我们从今天开始 已经开始了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也是我们一个特别节目 叫做猛牛百分早餐健康行 你肯定行 你行 我行 大家行 大家都健康了 咱们都行了 对不对 您有什么建议 别客气 赶快跟我们联系 我们明天老时间老朋友老地点 不见不散 再见 您知道制作这手劲一样 轻薄的春饼有哪些诀窍吗 明天面点师王强不但会告诉您 如何一锅同时做出两张春饼 还会用时令蔬菜巧搭配 带来一道不同寻常的五彩杂菜 究竟都有学什么呢 答案尽在明天的天天饮食